下面是网络同修提的问题 这次网络同修的提问比较多 第一个问题 受菩萨借后 若收到求助的讯息 例如需要换身 或是经济困难寻求帮助 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是否硕实 且本身的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富裕 请问若不去帮助这些有求的众生 是否犯戒 犯戒不犯戒 我不问你这个 我先问你 受菩萨戒你是不是真的得戒了 你得戒就犯戒 你没有得戒你犯什么戒 那我再问你 菩萨戒之前 如果是出家 你应该受过比丘戒 比丘戒你得到没有 比丘戒之前是沙弥戒 沙弥戒得到没有 沙弥戒之前 你没有出家的时候 你受过三规五戒 三规得到没有 五戒得到没有 如果这些都没有得到 你的菩萨戒是假的 你不是真菩萨 这个要懂啊 如果你想搞清楚 你看看 洪一大师的讲演集 他里面有三四篇 讲到戒律 那古人的呢 比较接近一点的 偶叶大师 偶叶大师也是 对戒律非常有研究 他告诉我们 他是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人 中国从南宋以后 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 所以比丘戒就得不到了 偶叶大师 受了三壇大戒之后 他退 比丘戒 用比丘戒得不到 没有真正的 比丘传授的说 你得不到 可是沙弥戒 菩萨戒能得到 没有人传授 自己在佛菩萨面前 求佛菩萨做证明 自己真正的 接受 可以得到 所以他老人家 一生 自称 菩萨戒沙弥 他不敢称比丘 那么他的徒弟 就是他的学生 诚实发誓 也了不起 偶叶大师的全集 是他整理出版 流传后世的 陈石大师自称 出家 出家 不敢称沙弥 不敢称沙弥 因为他老是称沙弥 偶叶大师 偶叶大师一生称沙弥 所以他的学生就不敢称沙弥 称出家 又不才是居士 我是出家居士 那么换句话是 他能够把 世善 五戒 做到 今天我们的 五戒 有没有做到 世善 有没有做到 菩萨界太高了 你要真正做的时候 那我就要劝你 我们这些年来 把水平再往下降 降到弟子规 你是个菩萨 弟子规 你决定是 百分之百做到 学为人思 行为师范 我们讲的 如是道三个根 如的根是弟子规 道的根是感应片 佛的根是十三一道 你决这三种 你肯定是百分之百 你都打一百分 你才能够真正做到 三规五戒 在家的时候 你能够 以三规五戒 再往上提升 是在家菩萨界 出家还要加上 沙弥勒 你才能够做到 菩萨 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真有菩萨出现的时候 这个世间人又服了 灾难就可以减少了 菩萨所在之处 祝佛呼念 龙天善神保佑 很难得 所以先把这个搞清楚 这个很重要 不是说形式上受了 那不算素的 这个是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安家大师告诉我 佛法 重师智 不重形式 这是老师以前教给我 形式上的受戒 不重要 佛菩萨不承认 护法神也不承认 连鬼神都不承认 这个自己一定要懂得 实质是什么 从前老师教给我 什么叫受戒 这一条戒你真正做到了 你就受到了 你不是不杀神 真正做到了 做到什么程度呢 对一切众生 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 就是伤害它 你才能不杀神 做远马 蚊虫蚂蚁 蚊虫来盯你的手 你决定不能把它杀死 你要不愿意不失呢 你把它赶走 你愿意不失供养 你就让它吃饱了走 这是菩萨了 连这种慈悲心发出来 还会有念头就伤害别人吗 不可能 那个不偷道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你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就犯了道歉了 那是道心 怎么可以占别人便宜呢 最平常的 国民 对国家有拿税的义务 那走走法律的漏洞 我少那一点税 这是道解 不可以啊 印大纳多设计 一定要奉公受罚了 这才吃解 那菩萨不容易 菩萨是人天的好榜样 好母范 所以好好学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弟子烦恼稀气非常深重 性格也偏于内向 生平不惜与人交流 特别是陌生人 不知是什么因果 念佛是否可以改变 是有因果 那么这个像在外国这个心理医生 用这个催眠的方法 能看到你过去身中 就晓得过去身中的因 所造的因 这一生呢 才会有这些现象出来 实际上啊 不是不能改变的 能改 用什么改呢 教育能改 你要真正好好的学能力教育 学道德教育 学英国的教育 这就能改变了 念佛比较慢 念佛要念到一心才能改变 没有念到一心